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这几年 国内的散热器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各种散热器层出不穷 在追求性能的同时 价格也是越来越低 此时 业内的传统高端散热器品牌猫头鹰 新品似乎影响力不大 从U12S Redux 到去年年中才量产的被动散热器P1 再到下半年的U12A黑花板 感觉除了设计了新的扣具 与适配新的1700平台 以及维持一贯的高竞价策略 2021年 猫头鹰在零售市场的存在感不强 除了那个和华硕联名的3070显卡 4月26日晚上 我还看到早人带火 4999的3070 最近终于是出了另一个新品 D12L 145mm的双塔散热器 顺便搭载了新款的A12X25R风扇 这个后绝案就是把四个角砍成了圆形 猫头鹰的说法是针对了小机箱设计的 我们就来看看猫头鹰D12L到底如何吧 Lun Sang 资料 Mu Syn 外包装依然延续了猫头鹰的特色 不过包装提积比之前的U12A散热器大了一圈 快要接近P1的提及了 配件还挺丰富的 有风扇减速线 第二个风扇挂钩 螺丝刀 多平台扣具 硅脂 这里要吐槽一下 都2022年了 猫头鹰还是给散热器标配NTH1硅脂 而之前的P散热器用的是新出的NTH2硅脂 有些无语 配件盒下便是本体 一装好了风扇散热器是双塔5热管打体一厚一薄 薄的塔体因为要给内存做避让 不得不削减塔体的厚度 散热器底座是和UFOA一样的动念底座 热管和齐变之间采用了回流汗工艺 齐变之间使用了Kofin工艺 若不说 猫头鹰的产品做工非常精致 让人赏心悦目 虽然也仅仅是在安装散热器的时候去称赞一下 毕竟散热器是放在机箱里也不会人家去看 但是很多人还是非常享受这个仪式感 这也是DIY的乐趣所在 猫头鹰D12L整个散热器都是145mm高度 为了压缩到这个高度并且做好避让 猫头鹰把他家的A12风扇改成了圆框的 但是风扇孔位不是标准的正方形 只能使用挂钩挂在散热器上 不能单独拿出来使用 这个A12X5R风扇也有单独慢 但实际试了一下 D12L在绝大多情况下 你也只能装一个风扇 再装第二个视频会和供电散热或者内存打架 挂上去也是超高 可以考虑给隔壁一些比较矮的单塔使用 比如TA120mini这种就能挂两个 不太清楚MOTO1自己用了哪些主板去做了兼容性的测试 上机测试前先介绍下测试平台 TPU是12代i7-1270KF 主板是微星的Pro Z690A DDR4 BIOS版本最新 测试使用的裸平台 并且把显卡放在了远端 避免显卡发热影响 性能参考方面 我们拿了MOTO1自家的700多块钱的U12A 和利明300多的6热管小双塔SS135 和它来进行对比 利明SS135高度就是135mm 很多ITX小机箱装机会去选择 测试前也是测了一些比较关键的数据 这边可以看到SS135虽然热管多了一根 但是棋片面积相对少了13% 测试固定CPU电压为1.2V 风扇固定为全速 室温24度左右的时候 单烤FPU20分钟 统计最后10分钟的所有 P核心的温度和分散温度 可以看到SS135因为塔体限制 即使有6根热管 性能也是垫底的 面对190W左右的1270KF差点降频 D12L凭借更大的三热棋片面积比SS135低了4度 而U12A表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亮眼 只比D12L低了2度 另外我们把SS135和D12L的风扇对调之后发现 SS135高了4度 D12L还低了2度 这个时候D12L和U12A就几乎没有差距了 看来至少都有这两个参照器 利民1850转的D11 Pro比猫头鹰2100转的A12性能还要强一些 这样猫头鹰就有些尴尬 当然了 这个只是两个风扇性能上的差距 实际上猫头鹰的风扇音量比较轻 满转速的时候只有43分别左右 而D12 Pro是49分别左右 明显要更吵一些 这也是A12的一项隐藏优点 并不是说D12 Pro完全优于A12X25R 为了模拟用户的实际使用情况 我们还专门搭建了一台测试机 使用的机箱是机械大师C26 Plus 规格上标称的三热棋向高是140毫米 我们联系了机械大师 他说是为了D12L出了个新版做了修改 增加了几毫米的厚度 但是实际测试了一下 307的热管还是顶到了玻璃 无法完全贴合机箱 铝色板因为可以稍微弯曲 所以硬塞也能盖上去 但肯定不好看 而且也不符合兼容器要求 甚至可能还有安全问题 但是装都装了 测还是要测的 装机的时候 我们用罗柱把玻璃侧板垫高了几毫米 勉强算是盖上了 这个也是装RDX主机的常见操作了 因为这个机箱最大只能支持MATX的主板 所以测试时用的主板是B660M迫击泡WiFi 显卡是电竞叛克3070Ti 电源是酷冷之温的750W SFX小电源 顺便加装了两个A12X25LS 一个A9X14共三个风扇 BIOS为最新 并且把机箱的三个风扇转速全部拉满 全部拉满其实也不是很吵 毕竟是猫头音 但是电源显卡的噪音也都不低了 感染箱太多了 所以说就没有去测量整机的噪音了 也是提醒大家 在控制整机的噪音方面 需要考虑的音速很多 同样的1.2V的电压 单烤IPU 封装温度86度 比裸崩成绩都要稍微好一些 可能是因为有其他风扇的协助 而双烤的话压力就太大了 散热器吃到了显卡的热风 达到了100度并且过热降频了 实际使用的负载不会有双烤这么大 成绩的话仅供参考 我们实际游戏测试时候的温度很低 CPU只有60多度 偶尔会上70度 1270KF的功耗也就是670W 用这样的散热器去压的话 还是比较放心的 看完了性能和实际装机测试 相信你对这个散热器的性能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主要问题还是这个散热器的高度上 对于大部分有相关需求的DIY玩家来说 这个高度不伦不类的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猫颖的CEO如来猫醒成 到目前为止 猫头鹰所有的1120mm的散热器 都是158mm高 但是最近 越来越多的PC机箱只支持150甚至145mm的散热器 因此猫头鹰发布了NH-D12AR 采用了新颖的双塔设计和圆形框架版本的NF-A12X25R风扇 实现了更低的高度 而且这个散热器能在CEO的服务机箱内安装 这个机箱的CPU限高刚好就是145mm 传统的CEO机箱用的散热器都是92mm的 这个散热器能给到一个120mm的风扇 散热器会比传统散热器要好一些 但是我们调查了市面上的小机箱发现 在大部分的显卡只插的IDX机箱中 散热器限高一般都是135mm 或者说直接做大一些 给到了接近160mm的散热器限高 这个145mm的高度 肯定是装不进135mm的IDX机箱里 而那些160mm的IDX机箱 一般都是直接装雅俊利明更强的 或者说更便宜的散热器 或者说直接就用了U12A 猫头鹰的官方图上用的是联利的O11D 这个机箱都能装9个12厘米风扇的 一般都是用360水冷去做海景房的 而且散热器也是支持155mm高度的 你跑过来装个145mm的D12L 反正我觉得看的怪怪的 如果说是为了这个机箱来专门开发D12L的话 有点削足势力的意思了 我们来看看猫头鹰油管理D12L的官方宣传视频下的评论 一堆老外在那边高呼 这是专门为cooler的NR200P设计的 NR200因为是铁侧板 是可以兼容亚俊G3这种153mm的散热器的 甚至可以装猫头鹰U12A 但是NR200P多了个钢化玻璃侧板 玻璃比铁侧板厚 正好就差了几毫米 导致上了这种高度散热器的话 NR200P就不能上玻璃了 所以一堆老外在那边高呼 这里就不得不吐槽 老外有些见识短浅了 都2022年了还抱着NR200P呢 一个是现在的XX主板太贵了 比如12代酷睿很多XX板子只支持DDR5 好不容易有个滑琴是支持DDR4的 BIOS和MOS供电都稀烂 导致很多消费者不愿意去选择XX主板了 二是中国大陆的机箱竞争非常激烈 机箱不仅是各个厂家在不断的出新品 甚至不少个人工作室都在设计机箱 在找代工厂代工 NR200刚出的时候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后来还是感觉价格贵了些 特别是ITX的规格限制了主板的选择 慢慢就更喜欢去用支持MATX的线码驱躁了 主板都省了很多钱 虽然感觉线码很多地方在接接酷冷的设计 但是还是能灭感到线码驱躁 比酷冷NR200用得更舒服一些 老外就不知道这些机箱了 三是国内的三氧器厂家 甚至比机箱要更绝 亚军的G3和B3 整机你看看 多少家都是用的这两个 确实亚军的性价比太高了 好解很多地方的设计非常用心 比如B3这个风扇不用铁丝 而直接用螺丝固定 以及散热器中加了铁柱子固定 因为很多它卖电脑的 整机里面填成物都不塞的 散热器都能给你发变形 国内可选的散热器太多了 价格便宜性能还强 高度130mm左右到150mm左右的各种尺寸也都有 没有必要非要选择一个145mm的散热器 或许服务器机箱会更适合它 最后我也想说个问题 就是猫头鹰的定价策略 之前提到的猫头鹰D12L油管示威下面 有个阿根廷的用户 一看也是买了很多猫头鹰产品 他觉得产品确实不错 但是定价太贵了 他觉得这样会使得产品太小众 失去用户 猫头鹰还专门做了回复 这还是不错的 说Redux产品就是做的定价更低的产品 但说实话 之前我们做过测试的猫头鹰的 优手S Redux 它卖350块 实际效能就是和100块钱的雅聚G3水平 而且你的做工顶了天了 就是到艺术品了 这个这么大的价格差 消费者能接受吗 都买猫头鹰了 干嘛还省这点钱去搞个青春版 所以看到这个U12S Redux产品 现在都没有几家店在卖了 猫头鹰还说他们的成本确实很高 开发周期长 投入大 还会送免费的新扣具 这几年的生产成本也涨了很多 这些我都能理解 我也问了30C厂家 金属成本甚至包装纸的成本都在涨 但我看见国内也有厂家的研发 它不比猫头鹰差 至少出的新品的速度比猫头鹰快 而且很有想法 猫头鹰最后说 We simply could not keep up our business If we sold our products any cheaper 如果我们的产品更便宜一些 我们就没办法维持业务 猫头鹰的总部在奥地区的维也纳忙 欧洲人人工贵 这个倒可以理解 生产地标的是台湾 可能生产成本也比大陆生产要贵一些 但是大陆市场的散热器竞争如此卷的情况下 如果猫头鹰拿不出什么特别厉害的新品的话 光靠以前的老本的话 欧美那边因为人工成本贵 散热器可能没有那么卷 还能有一定的市场 但是至少在中国大陆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小众 也许人家的主要市场就是盯着欧美呢 是不是感觉我们在享受中国制造带来的低成本的优势呢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否会选择猫头鹰的第十二L呢 欢迎留言带我们去我们交流 如果大家别忘了点个小铃铛和点个赞 我们是全新的YouTube 你们点赞都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 记得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O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让我们参加电源 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测试商品 潮玩客 在这里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